下面的題目是不用算 是觀念題 就是現在有一個水有糖 喇喇之後底下還有未溶解的糖 這句話是告訴我們什麼意思 它飽和了 它裝滿了 它不能再裝了 所以底下有未溶解的糖 那請問你 我已經不能溶了 可是我還想要提高濃度怎麼辦 我可以怎麼做 喇喇耶 還有未溶解是飽和了 裝滿了 所以如果你不改變溶解度 它就是這麼多 會不會再更多 不會 老師 那你多加一點水可不可以 可以 多加一點水就可以多溶一點 可是多溶一點量增加了 這個溶度有變嗎 沒有 比例還是一樣 溶解度還是一樣 所以 提高溶度叫提高溶解度 那我們前面學過了 溶解度跟什麼有關 溫度跟壓力嘛 對不對 溶解度跟壓力 所以一拉拉耶 只能夠使它溶熱比較快 加更多的水只能溶熱比較多 但是都不會改變溶解度 所以呢 我們只有提高溫度 我們講過肚皮 一般而言是溫度高 壓力低 溶熱比較多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擇了是比爾 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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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下一題 它要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 希望溶得快 增加溶解速率 第二件 希望溶得多 溶解度要提高 請問你 我做什麼事情 可以 既讓它溶得快 又讓它溶得多 我可以做什麼事咧 來帥哥 不是 不是 對啊 開啥笑的是大人 答案 B AB的B 請說 假一個 磨成粉末 增加水溫 快速攪拌 是我們前面問過的 可以讓它溶得快 溶得快 增加溶解速率 這是我們前面講過對不對 溶得快 增加溫度可以增加溶解度 也是前面講過的 所以同時做兩件事 只有誰啊 就只有增加溫度 才能夠同時能夠增加溶解度 又能夠增加溶解的速率 所以呢 我們答案呢 就要選擇的是B 觀念題 簡單的觀念 但是這都是考試考過的 希望你能夠理解 OK OK